各位觀眾又到了我們聊籃球的時間啦 那今天要帶給各位的就是世界盃 最值得你關注的球員跟球隊啦 那一路往常我帶給你們的 是你們最喜歡的花椰菜花大 花大 這個綽號越來越多了 從最強車手到爆炸頭到捲毛 再到H大 然後現在是花大是不是 好那因為我們兩個都是NBA頻道嘛 所以我們會把重點主力擺在 NBA球員最多的球隊啦 那首先不免俗的 一定是要先聊一下美國隊啦 如果大家想要聽關於美國隊的重點分析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花大的影片 那我這邊先重點講一下 我認為最值得關注的美國隊球員 首先就是我們的 McKell Bridges 因為我很想看他在這個美國奧運 能不能當做一個Leader的角色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他在我的小前鋒排名裡面 好了啦冠名 下面一位了 大家都知道你是他的腦粉了 OK 前三小前鋒嘛對不對 好了啦 TOP3 TOP3小前鋒 已經聽你了是不是 好那我繼續 我繼續 第二個 我想要重點關注的球員就是 Anthony Edwards 因為我想要看一下 像他這樣子的球員 到了奧運 能不能一樣攪出好的表現 因為我認為啦 雖然說他現在是輝拳隊的Leader嘛 可是輝拳隊 老實說一堆軟蛋的球員 那我們就不講是誰了嘛 是那個 他是打哪支球隊啊 多明尼哥嘛對不對 是那個嗎 多明尼加 多明尼哥 多明尼加 目前替多明尼加出賽的那一位球員嘛 為了保護當事人 我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只是說我個人啦 我會想要看的是 Anthony Edwards 以及我們的 McKell Burgess 他們到底在國際賽 能不能展現出他們的一個Leadership 那H.你有什麼重點要看的球員嗎 我覺得 那Jaren Jackson Jr.是我會重點觀察的一個球員吧 因為他現在看起來是美國隊的中樞啊 就我們都知道美國隊強的是防守反擊嘛 所以我覺得 所有好表現建立起來的那個基礎點啊 就是Jaren Jackson Jr.這個成員 那個別球員的那個 我這邊就不多廢話了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的是 今年美國隊的換血啦 全部都是新生代的球員啊 2020年的狀元 然後2022年的狀元也在這邊嘛 Ben Carroll跟Anthony Edwards 這一次美國隊的整個陣容 都是新血 沒有什麼國際賽經驗 可以說 我們中華台北又領先了一次全選 我們台灣隊這一次大換血 是大陣打出好的成績 那美國隊同時也在模仿我們換血 所以我覺得換血這兩個關鍵字 是我們球迷可以去注意的部分 OK 好 那我這邊就不做回應了 OK 那除了美國隊以外 接下來我跟H.大 都會帶給各位一些 我們重點要觀察的 國家以及球員 那首先我這邊 當然是要重點關注 我們的加拿大國家隊啦 各位都知道 加拿大國家隊 擁有的NBA球員 是這一次世界盃裡面 排名第二多的球隊啊 那我知道這個陣容一字排開啦 目前最大的遺憾是什麼 就是Andrew Wiggins沒有打 但是 除了Andrew Wiggins以外 側翼端這邊 這邊我們有R.J.Barratt Duelan Brooks 還有Ru Doer 所以我覺得也是堪用的啊 在防守端 絕對OK的吧 對啊 我覺得加拿大這個陣容很強啦 不愧是你的這個母國 因為他在側翼陣容上 就累積了NBA在季後賽 可以能打體的兩個側翼 非常強悍 而且我們打不贏 我們直接打蛋 There it is right there with the left arm This will be fascinating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關注的對象 一定就是我們的SGA 以及Jamal Murray的搭配 一個是才拿總冠軍的二哥 另外一個是 今年入選NBA最佳陣容 第一隊的後衛 沒有其他球隊 能夠屁擬我們的後場 這個後場陣容 我認為啦 是比美國隊還要強的呢 Hongku你同意嗎 在NBA可能是這樣 但國際賽 畢竟整個節奏不同 我就不敢那麼肯定 而且畢竟這次Jamal Murray 旁邊沒有Nikola Jokic 當然 他們可能有Dwight Powell 或是Tagliolenic 跟Yokic的撤硬能力等等 都有一點像 可是畢竟那個進攻 威脅性是不能比的嘛 那同時國際賽賽場上 好像也不能把NBA 整體都複製過去 所以我沒有那麼看好 加拿大 我反而更看好澳洲隊 澳洲隊雖然沒有 那麼多的NBA球員 但是他們的國際賽經驗 是更豐富的 他們有誰呢 Dalvadova 打過很多次國家隊了嘛 雖然這個在太陽隊 只是一個藍領中鋒 但我相信今天有看太陽隊的比賽 應該都會承認 他某些時刻 比Eyton還要好用 那當然Petty Mills就不用講了嘛 然後 Martis Taibo Joingos也不用說了 這些都是已經帶領澳洲隊 出去比賽很多次的球員 那新生代澳洲有誰可以期待呢 Josh Giddy Dyson Daniels 還有 Josh Green 當然他們的表現 個人能力上面 絕對跟加拿大的 Jamael Murray 還有SGA無法比較 可是 我覺得有一點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是 我們都知道 國際賽的防守強度是提升非常多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 你要在國際賽這種比賽贏球 防守非常重要 那我認為澳洲隊的防守 非常非常強悍 絕對比加拿大好很多 怎麼說 Donte Exum 防守很強 Martis Taibo 防守很強 Jock Landell 防守很強 Josh Green 也是小牛隊的 算是一把鎖吧 那Dyson Daniels 跟Mathieu Delavidova 就不用說啦 Dyson Daniels 目前唯一能夠拿上NBA貢獻的技能 就是防守嘛 那Mathieu Delavidova 大家應該都記得他當年在跟 LaBron打球的時候 強項是什麼 不是也是Defense嗎 所以 我覺得澳洲是一整支球隊 雖然名稱沒有加拿大的響亮 但是 是以他們的經驗 還有他們的防守 我認為啊 不會輸給美國隊太多 你們澳洲隊有折手歌嗎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折手歌耶 打不贏 直接讓你送出去耶 我要打了Vidova 你要凶就來啊 噢 也是啦 但是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我認為加拿大最大的弱點 確實就是進區 而且FEBA比較強調的就是進區嘛 你看 我們法國隊的Rudy Gobert 在世界盃 都打得好像張柏倫一樣耶 所以 確實啦 規則的不一樣 對於進區球員的需求也不一樣 那接下來 我認為值得關注的國家隊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Rudy Gobert的法國隊 那大家都知道 我剛從法國回來嘛 我對於法國 也是略懂略懂的啦 首先 法國隊 最強悍的一位球員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去年 消失在TownTipedo板凳上面的那位 東姑狗哥啦 欸 他在國際賽的表現 那可是Pattie Mills等級的水準啊 上一屆的世界盃 他的場均得分有將近20分 在上一屆所有球員的得分排行榜上面 他是排名第7的哦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Evan Fournier在國際賽的影響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Nikolas Pattun Nikolas Pattun 或許在NBA再打也沒幾年了 可是 他大哥的影響力 在國際賽也是非常強的 有側硬能力 有防守能力 可以從2號位打到4號位 然後最後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麼 法國禁區裡面 有Rudy Gobert 前幾天 他才破了觸碼 在3分線投進了一顆球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在國際賽 說不定直接把射程拉到3分線外啦 沒有我覺得你那麼喜歡法國隊的原因 不難理解 第一是你剛回來 第二是他們的主將 就像你講的Evan Fournier 跟你有某些地方是類似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理解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法國隊 但是我覺得法國隊沒有 本班亞馬的情況下 能不能繳出符合大家對他們的期待 我是有點懷疑的 因為現在為止 你知道有一些媒體已經把 全世界籃球強度的排名 法國已經超車美國了 但是現在本班亞馬沒有打 我就對於這屆法國隊的戰力 能不能達到大家對他們的期望 也就是超越美國隊的這個水準 有所之一 那相對的 我覺得我這邊講一支比較冷門的球隊 大家可能不會記得的好了 你前陣子去法國嘛 那大家也知道 前陣子我去的是Germany 去的是德國啊對不對 我們得意志的精神 肯定是要發揮出來的 我自己啦 整份名單看下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的是兩人啦 一個是Daniel Tyson 另外一個是Fronte Falker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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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小黑擺在哪裡啊 上一屆世界盃 他可是德國隊的Leading Score 你這麼不尊重他喔 我們的小黑 可是小黑在國際上很強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值得大家關注的啊 而且小黑搞霸凌耶 你知道嗎 德國隊有一個很強的 近區球員叫Maxi Klaiba Luca Danji 老朋友 啊前陣子他有說不打 那就是因為Denis Schulte在國家隊 公然搞排擠啊 在這部分 中華隊又再次領先的全球 我們中華隊前陣子也是跟龍茂哥 有一些霸凌的糾紋嘛對不對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關我的事 為什麼我會說值得注意德國隊的原因是 Fronte Falker 我們都知道 他越來越像魔術的可能二當家的水平了 他未來有沒有機會入選明星上 哎也是有機會的 那這一次世界盃整個德國隊的陣容看起來 個人能力最值得期待的 就是Fronte Falker 你剛剛說Denis Schulte 他在國際賽上的能力 大家都知道了嘛 也是耳熟能詳的嘛 所以我覺得與其去看Denis Schulte的表現 不如來期待Fronte Falker 能不能成功從Denis Schulte這邊交棒一下 畢竟Denis Schulte也快要老了嘛 所以我也很期待 Wagner在這次世界盃的表現 我這邊再加碼另外一支球隊啦 那就是我們的Sire維亞 他裡面有老鷹隊的Bogdanovich 你不要看Bogdanovich在老鷹隊 是從替補出發 他在國際賽 可是超級砍分手啊 上一屆的世界盃哦 他的得分在所有球員裡面排名第二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的三分球 有高達53%的命中率啊 你沒有要接我的話嗎 阿你就坐在那邊 阿Yokic就沒打咩 欸不是啊 他們沒有Yokic 他們有熱火的 Yovitch啊 我們聊聊其他隊嘛 欸他們有Yovitch沒錯吧 我們聊聊其他隊嘛 你覺得 我們最後 沒錯 我們最後 我想請你預測一下 李凱爾在中國隊的表現 欸你覺得他在我們China 會先發呢 還是坐板凳 啊不是啊 他就沒有打先發咩 你要我講什麼 但是講回來李凱爾 對於中國隊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加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隊向來不缺的是身高 缺的是球商嘛 那像李凱爾 球商這麼高的球員 我認為是可以帶動 整個團隊的表現 他可以擔任 像類似Dremont Green那種 揮拳的角色 大腦等級的球員 去指揮場上其他四位球員 不論是站位啊 還是走位 我覺得 Kyle Anderson 對於經驗傳授的方面來說 算是一個大大的加分 要不然你預測一下嘛 有李凱爾的中國隊 會不會晉級第二輪嗎 他們那一組有 中國隊 瑟比亞 南朱丹 還有波多黎克 這四隊裡面 你覺得中國隊 沒有辦法拿到 Top2的戰績嗎 我覺得有點難說 因為波多黎克 其實不爛啊 雖然他們陣容中 沒有NBA球員 但是我覺得波多黎克 真的沒那麼慘 就當然瑟比亞 一定會晉級吧 那三搶一 我不覺得中國就在有的李凱爾 有超出其他隊水準那麼多 我沒有像你那麼肯定啦 這邊我選擇兩邊壓寶 很久沒有壓寶一下了是不是 我是希望能夠看到中國隊晉級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晉級的話 話題跟討論度都會更高啊 因為如果是波多黎克 晉級老師說 你也不知道要聊什麼 因為他們也沒有NBA球員啊 對不對 至少中國隊晉級的話 我們可以大聊 特聊一下 我們的李凱爾 好那最後 我想要問你一句 烘酷 加拿大隊 還是美國隊 二選一 當然是美國隊啊 這有什麼好選的 不是啊 陣容深度差那麼多 我有Brandon Ingram 我有你最愛的 Makao Bridges 就算你的後場很頂好了 你的設議有誰 就是用陣容深度來 我們有RJ Barrett 我們有Dolan Brooks 好的啦打鐵兄弟 我們還有Rudor Rudor更鐵 三鐵共扣 重點是防守 他們不需要得分 得分的部分都交給我們的 Jamal Murray跟SGA 那你覺得 然後商人的部分 我們交給我們折手哥 Why are you running? Why are you running? 我在這邊直接料話 如果加拿大隊 沒有拿到Top 3 在這次的世界盃 那就是一個失敗的結果 不是啊 你要賭一個東西吧 這是一個失敗的結果又怎樣 加拿大沒有Top 3 我倒著喝台啤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囉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